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唱歌 画画先为人先做人才能画得更好走得更远 我小的时候当时画一些梁文画 为什么画呢 当时受哥哥影响 哥哥当时画了一张小的看挺好 我有一种启发 也有一种爱好 但是从那一刻以后 我就开始画一些连方画 用铅笔和钢笔去画 到初中毕业以后 因为我当时也学习稍微稍微弱了一点 就到佛丽莎 当时我就招了一个叫补画龙的一个老师 已经七十几岁了 七十岁我们在一起画画 他就在画画期间就讲了一些我们古代价值 各种画法 一种三原法 怎么画树 画桥梁的一些构图 当时我从那时起发 当时是也很艰苦 那我们回到家以后已经一点了 冬天 很多冬天 像我们北方 北方就是已经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了 屋里很凉了 但是晚上了很晚了已经暖气不开了 就还炉子点炉子也不准也不点了 那现在我们还是要坚持画画 就晚间已经很累了 就是我们就用那个水的水坛啊 就装水的水坛 就画画把那个中间的已经冻冰了 就把冰空中间那块 就敲开敲个孔 敲个孔我们就画画 画画我们当时我们就再 蘸上墨 蘸上纸以后 在那个盘子里一画圈就已经变成冰糖了 这样经常的坚持的不懈的就能往来画 其实我画期间呢 也喜欢一些跳些舞 因为那当时呢 画画比较累 就是比较郁闷 也画了几天画 四五天都以上了 就是人情绪要发挥 发挥嘛 还有一个呢 我在平时跳舞以后 画画累了以后 也是一种消遣 就是还做一些烹饪 唱歌 也喜欢唱歌 也喜欢烹饪 当时呢 也有很多 玩一些那个 飘滑的 但是也亏过 也小赞一点点 但是我的心态呢 就是还比较好 拿着锦放下就跟画画一样 做人一定要善后 艺术呢 首先为人 关键 如果他的画再好 他为人不好 他也不会走远的 帮他也不像 这两个呢 不知道